上回书咱们说到海春在曹三白家中耍钱 这可是同龄第一回耍钱 没办法老哥仨面子举在这 这王三一偷牌 海春把王三摔了个大跟头 这王三摔的呀 疼得他呲牙咧嘴 他瞧着海春心说 嗯 我知道你爸爸的脾气 你爸爸要知道你耍钱呐 非把你揍死不可 我给你告状去 我瞧着你挨打 我在旁边给加盐 王三就想出这么一主意了 可这时候呢 海春是真急了 这老哥仨呢 也是真不待见这王三 老哥仨一看海春急了 他们哥仨就劝 这一劝都坏了 老哥仨恨着王三啊 他劝这话呢 这意思就带出来了 海春啊 别打了 乡里乡亲啊 别打了 都是老街坊 啊 你瞧你三哥这么瘦 告诉你 海春啊 好鞋都不踩狗屎 俗话说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你跟他一般见识 坐下 咱们接他来 王三一听可挂不住了 哼 我说你们这三老小子 就算我王三是狗屎 我是小人 也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说呀 啊 你们会说人话吗 王三爷我是狗屎 你们敢把三爷我怎么样 啊 王三爷我可酸枣眼 青红不分啊 同理 串 你甭听 有能力你下来 咱们两个人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老哥仨这么一劝 王三更翻了 他这么一嚷 同理也不干 啊 你还敢 曹三白 你们老哥仨甭管 我非把他打趴下不可 走 这老哥仨呢 要接着往下拉架 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老哥仨呀 也确实恨这王三 曹三白 他们家这柴火朵 就是王三点的呀 曹三白一看 让他挨两下吧 王三呢 就窜出去了 同林同海窗 跟着也追出去了 王三 打死你 王三以为这老哥仨得拉架呀 一看老哥仨不拉 知道自个儿得挨揍 同理要把似的 仨腿就跑啊 一边跑一边嚷 姓童的 搁着你的 放着我的 晚上我拿刀的童里去 王三腾腾腾跑了 海川要往处追 这老哥仨才劝 海川呢 甭跟他一般见识 把钱收起来 回家吧 又倒是君子不跟牛置气 得了 海川呢 走吧走吧 回家吧 你爹等着也着急了 劝的海川呢 也就不生气了 回家了 第二天海川干完活回来 曹三白又喊了一声 海川呢 三白您走啊 海川呢 来 上我们家坐会儿 我跟你有话说 海川 面情难却 就跟着曹三白 走进曹三白的屋中 进屋一看 张二叔 刘四白也在这坐着呢 刘四白站起来了 海川啊 你也知道 我们老哥仨是老老实实的人 这王三啊 见着我们老哥仨就瞪眼 还说要找你拼命 我们哥仨一害怕 商量商量 每人拿出两吊钱去 就给王三送去了 这好话呀 说得我们呀 嘴都快磨破了 王三不干 还要打我们老哥仨 你说我们老哥仨 没事干凑的一块 斗点纸牌吧 你不在这待着 我哥仨是不敢斗啊 海川呢 陪着我们斗鸡吧 海川心说这三老爷子也是 怎么那么爱玩啊 老哥仨在这说好话 把海川的面子又拘上来了 后川我知道 海川呢 连鞋都没脱 曹三白 要是有人来了 我可走 我爹可不让我耍钱呢 好好好 来几把 一会肯定有人来 老哥仨 你一句我一句 把海川弄得不好意思 还是点冲礼 张二叔 刘四白是一左一右 曹三白坐对门 有四个又斗上了 刚斗两把 王三进来了 巴搭一掀门帘 嗯 好啊 童林吸收这王三怎么又来了 其实呢 老哥仨可没跟童林说实话 因为头天晚上 这王三跟这老哥仨瞪眼 告诉你们 您把童林童海川给我叫来 非得我让他输了 我把他钱 由他兜里给迎出来 我才算完了 不然的话 你们哥仨甭打算 他的是谁过日子 所以老哥仨才想了这个办法 把童林用面子给拘到屋中 一斗牌 那王三一来 老哥仨出主意呢 地眼神 诚心 让这王三赢几把 让童林输点钱呢 这件事就算压过去了 这么着才把海川揪进来 让海川坐这斗牌 王三来了 嗯 童林 你又耍钱 童林刚要起来 这王三一转身形 蹬蹬蹬 撒腿 万歪就跑 海川那里坐下 王三一看 我今儿不赢他钱了 他又耍来了 嗯 就冲他打我 冲这老哥仨不拦着 我呀 去找这童老头子去 我把童老头子这火儿 僵起来 童老头子就得来 不但打童林童海川 而且得跟这老哥仨当眼 那老爷子多倔多净啊 对 我改主意了 蹬蹬蹬 他撒腿跑 跑到童林他们家门口 一看童林的父亲 童怀 拿着竹条丑 正在扫门口呢 大白呀 三啊 您快去瞧瞧去吧 我哥哥又斗上纸牌了 童怀是个老实人 不愿意儿子学这个 能不生气吗 什么 海川他敢斗牌 在哪斗呢 哎 您瞧去去 在曹三辈他们家 我碰上几回来 今儿我又碰上了 老爷子更生气了 一来生气自己的孩子 不学好 二来跟这老哥仨生气 心说曹三啊 刘四张二啊 你们爷儿仨盖麻 勾搭着我儿子耍钱呢 真的 您瞧我冤年盖麻呀 老爷子气呼呼的 拿着这竹条丑 蹬蹬蹬 撒腿就跑 跑到曹三白家 进门这么一看 童林正在这斗牌 老爷子疯了 跑过去拿这条丑 啪啪就一下 打谁啊 打的是童林的脑袋 因为这条丑上挂着很多沙土 望起一举 这沙土全都落下来 就把这老哥仨的眼睛迷住了 童怀把条丑一扔 撑上了窗台 右手照着海春的脖子一把就揪住了 海春一摔头 老爷子揪住海春的辫子 海春挨了一条 说被打蒙了 现在有人揪着自己的辫子 海春明白了 这准是王三在背后算计 海春一发狠 伸右手 望后正好抓住自己父亲的右手腕子 左手一回抓住爹的肩膀 腰眼一用力猛的望起一敲屁股 这老人的身子本来就往前探了呢 这事可坏了 童怀老人的身体 有打曹三败的头顶上过去 扑通一下 把老爷子摔倒了 脑门上 砰就起一大包 海春刚要骂这王三 他一瞧 啊 海春可傻了 不是王三是爹 海春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吓得魂飞天外 魄散九霄 两眼发只是呆若目击 这时候老哥仨揉了揉 眼睛也睁开了 海春啊 你怎么打你爹呀 不像话呀 老人家童怀气得浑身颤抖 体似筛坑 脸上颜色更变 好小子 啊 我把你养大了 你打我呀 有此不孝不如没有啊 我跟你拼了 吓得海春撑了一下 跳出窗户就跑了 老爷子在后边追 指天话地是破口大骂 海春敢回头骂 出西松口 顺着大刀往正西跑 心里砰砰砰的跳 后悔呀 也完了 海春跑出极理地去 站住了 心都难过呀 我这是怎么了 我斗牌 我怎么还把爹给打了 别看爹平时疼我 爱我 当着乡里乡亲 我把爹打了 爹在气头上 能饶得了我吗 爹这脾气 这口气他能咽得下去吗 怎么办呢 海春哭了 哭了半天 想来想去得了 我先上姑妈家去吧 童林有个姑姑 架在西南食物里的上家庄 老两口子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可惜就是美儿美女 姑姑腾子 那可是亲的 那可是真的 所以老两口子就是喜欢童林 童海春打定主意 到姑姑家去了 一进门 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姑妈 姑父 我惹了大祸了 孩子 你起来 怎么了 惹什么祸了 童林哭着 就把经过从头至尾 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哎 这是怎么说的 姑父 我已然时期了 误打亲生之父 我就是不孝之子 对不起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 请二位老人责罚我吧 姑妈一听 眼泪下来了 还穿大 你又打懂事的时候起 就没惹你爹妈生过气 也没让你爹妈操过心 你这是怎么了 鬼迷心窍了 你斗牌去干嘛呀 啊 再说你知道你爹的脾气 他多酱啊 童林的姑父就说话了 他姑啊 你也别惊抱怨这孩子 我看呐 童林呐 是上了当了 他要知道是他爹 他能动手吗 这就是王三这小子使他坏 这老哥仨呀 也不应该怎么办 海川 姑父 你呀 先跟你姑姑在家等着 我去一趟 先看看你爹怎么样了 说完了 老爷子背起了少马子 什么叫少马子 这少马子 就是个不口袋 不呢 是使最粗的不做的 前边一个方袋 后边一个方袋 可以装东西 往肩膀上一搭 这叫少马子 海川的姑父把少马子 往肩膀上一搭 离家就走了 姑姑腾子啊 把海川叫到炕上 给坐下 给他打上洗脸水 让海川洗了脸 然后爆柴火 烧火和面 烙了两张饼 炒了几个鸡蛋 吃吧 有什么话 吃完了再说 等把饭吃完了 海川站在门口 这儿等着 着急啊 等到掌声灯了 姑父才回来 海川一看就傻了 姑父脸上不好看 姑父 进去吧 爷俩进来了 姑父 海川啊 你爹可太伤心了 伤到不重 脑门上撞了一个大包 不要紧 曹三白他们老哥仨 又把你们西洋 本齐的二爷爷 五白全都请来了 请了哥十几个 银十几个 臭的一块得够三十多口子呀 我也去了 张三白把事情的始末 缘由说清楚了 爷给你爹赔了礼了 老哥仨也说不对了 就这样大家伙整整 劝了一天也不行 你想啊 你是他儿子 在曹三白家 那么一个大男人 让他儿子给打了 这还了得 他这口气咽不下去 没着急 你爹反正一口咬定 是不要你了 明天呢 我再去 这人生气 还能脑伤啊 慢慢劝着 让他把气咽下去 咱们再想办法让你回去 海川没有办法 只好听着吧 海川的姑父第二天又去了 去完回来 海川一看 没门 老爷的脸上不高兴啊 他姑父坐着叹气 姑姑也着急 这么办 明天让海川一个人在家待着 咱们俩一块去 海川是个好孩子 认错不就行了 谁长大了 能不翻错的 干嘛 不依不饶的 第二天 老两口的套了辆车 奔同家村 整整去了一天 到晚上才回来 海川一瞧啊 姑姑脸上还带着眼泪呢 海川心凉了 站在一旁 也不敢问 等把饭吃完了 海川的姑父才说 海川啊 你姑姑跟你爹可吵了一天了 可是你爹口分太紧啊 我呀 半道上跟你姑姑商量了 给你五两银子 还有四吊钱 家里就得点钱了 你瞧 这儿呢 还有一块挺厚的棕毯 他姑啊 你给拿出来 钱也放在炕上 棕毯也放在炕上 海川啊 你呢 先出去躲几天 可别走远了 有道是虎毒不吃紫啊 我跟你姑姑 明天还去 天天去 过两天就告诉他呀 你走了 远奔他乡了 你想你爹能不着急吗 你是他亲儿子 他还真不要你啊 等他一着急一打听 我们再一劝他 你爹不生气了 我们给你送信 你再回家 给你爸爸磕头说好的 也就行了 啊 你出去躲躲 可千万别躲远了 到哪躲 托人往我这送个信 到时候我好找你去 姑姑也说呀 孩儿啊 你爸爸呀 是有个好儿子 发烧烧的 这么多亲戚 本家长辈都劝 啊 都不行 我看哪 你走一个月不回家 他就抓瞎了 你前脚走啊 我后脚就去 我告诉他 你走了 不回家了 我看他怎么办 海川一想 也只好怎么办了 姑姑姑 我不走远了 您可天天去 劝我爹别生气了 姑父 您也勤去着点 行啊 您放心吧 这件事 我们老两口子 还了不了吗 商量好了 第二天早晨 海川起来 背着个少马子 装好了棕毯 带着银子 穿着蓝粗布的大褂 土黄布的一身 跪地下 给姑父姑妈磕了头 姑姑是千叮咛万嘱咐 姑姑侄儿吗 女儿俩是撒泪而别 同龄长这么大 没离开过家 没离开过父母半步 现在出了姑父的门 走到村口 往四万一看 六神无主了 两眼茫茫 心中忐忑 我上哪儿啊 走吧 信马游将 行无定所 到哪儿饿了 就吃点 吃饱了就走 鸡一顿饱一顿 他就望南下来了 走到哪儿 不知道 正赶上大秋 看见有人呢 在庄家地里 干活挺忙 海川就过去 帮帮忙 吃顿饭喝点水 分文不取 好理不要 往前走 人家一看这孩子挺好的 问他这么点 为什么不在家 海川也不说话 就这样海川一路直上 走到直立南边 大明府了 海川一摸兜里 就剩下两吊钱 盘缠用尽了 可怎么办 天晚了 他进了北关 一瞧 路西有个小店 三个字 人一店 门口这挂着草帘子 没院子 直接进去 就是店房 海川一挑帘 就进来了 望里一看 店里的客人 真不少 南山墙下 这大土炕啊 得有五六间房这么长 能睡几十口子 炕头上有个大锅台 水缸 碗件 筷子 笼子 全有 炕上呢 只有莲花席 睡得黑亮黑亮的 这住店的 有躺着的 有坐着的 有在地下站着的 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好像呢 这些人互相都很熟识 海川一看呢 地上靠北墙 放的东西挺多 都是住店客人用的 有吹唐人的挑子 耍木偶的架子 装安穿的笼子 逗安穿的盆子 唱十步鞋的笼子 耍猴的柜子 唱戏 跑野台子用的行头 还有说书 唱大鼓的木头 再有 就是便携法的螺圈 嘿 这样还真不少 同里一进店 迎头就过了一伙计 来了客人了 这伙计三十多岁 长得挺精明 客人 住店吗 住店 这伙计一听 这人怎么横啊 您住店 是啊 不住店 我上你们这串门来了 伙计一听 心说这位脑袋上 可顶着官司呢 不能跟他置气 客人 咱们这都是火炕 没单间 您能住吗 同里一听 把眼一瞪 不能住 我想住单间 你们不是没有吗 就算你们有 我也住不起啊 伙计一听 心说这人哪 说话还挺实在 没钱住不起 就把海川 让到紧靠锅台 这个地方 天儿热呀 谁也不愿意在这儿睡 您想想 好几十口子 人住店吃饭 做饭 烧水 得收多少柴火呀 这地方烫 童林把哨马子 放在炕上 嘿 心说 我可就两吊钱了 我问问价吧 如果要过了两吊钱 我可就住不起了 伙计 客人 什么事啊 童林这一问价 问出好心肠的人了 伙计帮着童林 要打把是卖艺 咱们下回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